各位央广的好朋友您好 欢迎您来到早安台湾 今天志平要带您来访问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导演 为什么呢 前一阵子志平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台湾的第一部 第一部3D动画电影就要上演了 大家也许很想来知道 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片名叫做桃蛙原记 蛙是青蛙的蛙 特别跟您介绍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他亲自来到节目当中 这位就是桃蛙原记的导演杨仁贤 导演您好 你好夏大哥您好 是谢谢导演 杨黄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您来上节目 这个这样子我们要先破题 就是麻烦导演要告诉我们桃蛙原记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 它是剧情片吗 还是纪录片 其实它是一个剧情片跟一个生态教育影片 一起帮助起来一部 亲自共乐的一部3D立体动画影片 对那讲述的是我们台湾最熟悉的动物 最熟悉的场景 最熟悉的人物 所以在故事中85分钟里面完全勾勒出来 对 那我花了六年时间 一步一脚印 六年的时间来拍这部片子 是 哇 这个那六年了 这个终于拍成了 对 目前就要上映了 什么时候上映 10月3号在全省的哥拉戏院 嗯哼 就要上映了 是是 然后这个看着自己怀胎六年的这个小朋友即将要诞生了 好 那这个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希望感动啦 因为在今年之前有几场的特应会的反应 出乎我的意料啦 嗯 那其实你说啊 这是我生平第一部那么长的影片 嗯哼 那在影片整个全部杀清之后 我才全然放下所有身上的重担 是 因为在此之前 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能不能完成 嗯哼 甚至我也去求神发一副 该信的教也都信了 该求的神也都求了 那也希望我的在天上的父母也能够保佑我 能够帮帮我 然后这部影片虽然有那么多困难 嗯哼那终究它到最后是一个完美的 那从特应会中许多观众的反应就让我更有信心向各位听众推荐这部影片 对那这部影片让我最感动的是 即使没有什么志愿的情况之下 嗯哼有很多 嗯哼有很多 跟你帮帮我的 从不认识 包括夏大哥 今天认识之后 你也会主动来帮帮我 来这样的 来共成一个 共同完成一个这样的作品 是 对 那我常常形容我那个 我这些伙伴我们就算一个游击队一样啊 嗯 它不是一个正规的部队 嗯 所以我们每次在做一件事情 没办法按照正规这样的 有那么丰厚粮草 有那么多的装备可以去跟人家打仗 往往就是在窝在一个非常简陋的 一个废墟的一个仓库 用最简单的设备 嗯哼 对那其实前年后的 大概应该十来个不到吧 嗯 所以当十来个不到 要去拍一部动画影片 去跟人家 想办法找资源去募款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 让人家不能相信啊 就说你这件事在骗钱了 或干嘛的 所以也常常遇到这个事情 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 那么大的公司就拍不出来 你们这些小家伙哪有可能啊 所以这当中所面临的压力 其实很大嘛 对不对 很大 非常大 因为很多事情是我跟我的助理过去谈 那谈得很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我也比较少跟我的团队伙伴人讲 因为怕伤了大家彼此那时候的一个信心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是 比较放在心上啦 是 那放在心上的情况之下 久久之后有点忧郁着 啊 就非常没有一个疏通的管道 是 对 那 其实像对我自己来也不好啦 的确因为整个在拍摄的期间 的确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嗯哼 是 那甚至有人叫你不要做了 你做的什么东西啊 啊 就是诸言词语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嘲讽啊 嗯 对对对对对 不过 你怎么走出来呢 总算反正我算很会忍的很会坚持的 我曾经一度也不做不下去了 嗯想要放弃过 对就因为被一些不认识我的很大的批判这样 嗯嗯那我就沉寂了一段时间 那後來我就回到學校去找我 指導教授 時尚界老師 那時老師問我最近在幹嘛 我就問我老師說 老師我們這部影片有這麼爛到不能看嗎 沒有看怎麼知道 老師就笑笑跟我講說 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那你不管別人怎麼講 你當初想怎麼做 你就好好去完成它 那當老師的會 所以願意武堂的依助你幫忙你 對自己要有信心 這是來自於老師給你的鼓勵 對 因為有還蠻 有件事還蠻自卑的 對 那 但是雖然在那個很負面情況之下 我一直認為 腦筒應該會給我個機會 是 對 所以我就一路通了 導演你說的越負面 或者說你感覺到呈現出來的壓力 越大 就讓我更想看這部片子 影片快接近尾聲的時候 其實我也慢慢展開了笑容 所以後來一直覺得說這個是 老天爺給我的考驗 那的確在這麼少的資源 這麼少的物理條件之下 能夠完成其實 我還是要感謝 再次感謝所有曾經幫忙過這部影片的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師長 對 我事前來看了一下這個片子的簡介 其實他是講那個桃米春 是嗎 是 那為什麼會跟桃米春結緣 就是因為這部影片是以青蛙為主角 那桃米春在九二一 整個幾乎三分之二整個被摧毀完之後 那整個浴火重生 所以桃米春有很多很多他們自己的小故事 那這個小故事剛好就match到我那些年 人生最私意最無助的情況 完全是match在一起 所以我看著他桃米能夠這樣能夠站上來 所以一方面激勵我 在那個困頓中困境中如何爬上來 是 好 這個各位聽眾 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為您邀訪的是 是桃蛙圓記 不是桃花圓記 是桃蛙 青蛙的蛙 桃蛙圓記的導演楊仁賢 請導演來到節目中跟大家聊一聊 在整個拍攝的過程 其實他面臨了非常大的壓力 這個壓力甚至於讓他 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憂鬱症 而且他的團隊可以說是 他形容自己的團隊是游擊隊 並不是一般所謂的專業的正規軍 但在這樣一個條件之下 他卻能拍出這麼棒的片子來 而且是受到國際矚目 今天我們為您專訪洋仁賢導演 他是台灣第一部3D動畫 桃蛙圓記的導演 提到了桃蛙圓記 導演這個我看到裡面有一些很很棒的一些 一起來協助的人 像譬如說馬校長 就是馬彼得 之前我也訪問過馬老師 馬校長 校長他帶著原聲 原同合唱團 台灣原聲同聲合唱團 一起來參與唱這個 桃蛙圓記的主題曲 那麼你們也請到了郭書堯 來配旁白 為什麼 怎麼會想到要找這樣 這兩個元素加入 其實我覺得一部 親子的動畫片 少不了好聽的歌曲 我們從迪斯尼以往那些長片來看 可以尋規 有個脈絡可以尋到一些跡象 那我會這樣大膽去做 其實在 可能我在幫他做呆工的時候 我已經就有陸續去領悟到這個問題 所以當我想在做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也希望說 要好聽的歌 去吸引小朋友 那最好能夠他聽三遍 就能夠朗朗散口 那的確在桃蛙圓記裡面 就是有這首歌 不用聽三遍 兩次小朋友就會朗朗散口 那歌曲如何唱是非常重要 是 那我在影片的製作期間 其實在找人家唱 也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我跟我音樂的製作人 為了也沒什麼經費 所以請不到人來唱 通常就找幾個小朋友來這邊唱 能省則省啊 那只要為我來唱 每次唱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我就很苦惱 後來我就 把這訊息 也跟我科普館的朋友在聊 是 有一天 三年前吧 馬校長帶著台灣原生同生合唱團的小朋友 剛好從南投山上 來到台中科普館 那無意間觀賞到我那部 著作20分鐘的 黑蒙這部科普動畫片 那因為可能 山上的小朋友 也沒看過這麼立體的東西 所以 反應就非常好 那部影片其實有很多科學上的知識傳遞 比這部有更強的 所以 在場的阿冠老師跟南偉老師 因為他們都是學生物出身的 所以他們就對這部影片 讚譽有加 那我一個好朋友姓邱 光亮兄 那他就應該設個局吧 他就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就說 破導你那個 唱歌找得怎麼樣 他說 不理想 我跟你講 我有認識一個 台灣原生合唱團 同志合唱團的朋友 你可以找他幫幫忙 他說他認識 我想說 既然是朋友介紹的 所以就 把一些Information 這些資料大概就用 Mail方式 就跟馬上先聯絡 當然聯絡了幾次 好像也沒什麼回應 所以 後來我就忍不住 我就打電話到 羅納國小 去找馬校長 那一次也沒有找到馬校長 就是那後來 學老師有跟我講說 如果 要請 台灣同志 原生合唱團 協助的話 可能要找到阿冠老師 所以他就給我一個 台北阿冠老師的電話 那我也就 很禮貌性的去 打這種電話去找阿冠老師 那想說阿冠老師對我的 印象非常好 他說 這個年輕人還不錯 那我想跟他談一談 那我就 沒什麼準備就 跑過去 那可能是我的 誠意 我的用心去 感動阿冠老師 及馬校長 那當馬校長同意 要幫我唱歌 設計 我就覺得 應該有一個 如武天意的力量出來的 當然馬校長說 他需要準備 他可能就 需要花了半年時間 在練唱 所以馬校長也非常的 認真非常執著 對 是 那 另外我另外一個 心裡坎坷不完 是說 請他唱歌 一定花很多錢 那些錢要從哪邊找出來 那 那 雖然跟馬校長碰了面 那我一直心裡也不敢講 直到 那天馬上說 可以了 你們可以上來山上 收音了 所以我們就 好興奮 很興奮 但是 工作人員 錄音人員 就是 帶最簡單的設備 到山上去 所以在影片中 我的末文化區 有一段 當時在紀錄 那時候的 環境所錄出來的 這樣 的一切不是 完美的 是 對 那時候馬校長還記得 跟我提醒我 我們這邊 有個小販 每天玩 每天下午時候都在叫賣 我很擔心那個聲音 到時候 錄進去 錄進去 又要再重來 那我不能確定 他哪時候跑過來 他隨隨都會出來 就像那個 背後靈一樣 他隨隨跑出來 所以 這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美馬克服的障礙 當然 說也奇妙 那天在錄的時候 出席的順利 所有小朋友 每一步的身上 都非常的順 那個小販有沒有出來 好 對 那當然 整個錄完之後 我就跟馬校長說 馬校長 那個 這個 你要幫我做什麼 要有點費用 馬校長就跟我講 傻瓜 幹嘛什麼費用 馬校長 一物相挺 啊 馬校長 感動得快落淚 當然馬校長不是 只幫我這一次啊 他的不同的場合 就不斷幫我影片 做宣傳 也不斷去 幫我介紹 讓他認識這部影片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能夠完成 其實 一個很大的功勞 在馬校長 還有原生 童政的上司 還有南衛老師 跟 阿冠老師 童校長 這些人的協助 其實我常常在做 東華片 那 你認識很多 國內非常 優質的配音演員 嗯 就像 協中 OA哥 或者像 凱琳 就演小丸子 跟 烏龍派出所的 巡查長 兩金巡查長 是 他是我的都很好的朋友 嗯 那他們一直默默在支持 我做 每一部影片 是 那 當我們這部影片 開始在做的時候 OA跟凱琳 就一直過來幫忙 嗯 那麼 就很多角色創造出來了 嗯 那 就有些 那個個性怎麼去轉移 那當初為什麼選到郭書堯 其實 郭書堯以前 我在看那部志氣的時候 就有很大的突破 嗯 就不再像以前人家 對他一些比較負面的評語 嗯 對 那 他的聲音就是 我想要那個小奶的 小黑夢的聲音 嗯 就是說他雖然是一個 女性 但是他可以 不用刻意去 模仿 他可以用出一個非常一個 乾淨 智能的 這樣的通音 來詮釋這個小黑夢 嗯 嗯 對 所以那時候就跟凱琳 跟挪威就 決定說 想辦法就找到他 嗯 那劇中裡面其實也不只只有 那個 瑤瑤這個角色 對 那也有些反叛的 一些笨拙的角色 想到白雲兄 還有那個 蔡阿嘎 演這些 那個屬於比較會 刷寶的角色 嗯 那裡面還有一個長者角色 就是蘇方姐來演的 嗯 那蘇方姐 我後來知道他才是我們 藝莊的大學 陳書房 對 陳書房 第一屆的 所以我是後面的 每次看到他的 欸大學姐你好 他就很客氣啊 那就是說其實 當他還知道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就欸 從來沒有人 去找他去演一個 卡通影片的 這個角色 嗯 那他是不是要撞一個那種 那種 唐老家的聲音啊 那種那種 我說不用不用 你就用你最真誠的聲音 來詮釋這個角色 聽說他為了配這個角色 做了很多犧牲 欸沒有沒有 那個是悟傳啊 那是他之前演戲的 我沒有叫他敲到我 是是是 不敢那是我 我尊重的長者 嗯 那蘇方姐也非常用心 就是台灣老一代的演員 其實非常用心 他來錄一盟之前 他已經做主流功課 是 所以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了解 結果我們原本 排好幾個版給他 錄 結果後來就應該 不到一般的時間 全部錄掉 對啊 好的 那戲中裡面 就可以聽到非常的熟悉的 那個長者的聲音 嗯 那我也想要 也想要藉著這個節目 去喚醒說其實 我們為人子女的 在小時候 都是由這些長輩 一點一滴 那把他長大 嗯 那現在每每我看到 有一些孤單老人 嗯哼 甚至 常常在路途中 還是這種看很多 長者 在賣的玉蘭花 嗯 那泥就非常的大 是 那 我很想去 幫幫他 我只能是 每天經過 盡快幫他買一個 玉蘭花 讓他不要在那邊 曬太陽 在那邊風吹雨林 所以 我也想說 希望跟一些觀眾 能夠 傳達一個 擺善效為先啊 嗯 這個概念 雖然是一個非常 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能夠做到不多 所以我希望說 以後 他的社會上 在馬路上 不應該是有 這些長者 這麼老了 還在為了 一頓飯 再 拋頭羅面 拋頭羅面 應該他 應該是有一個 有人去供養他 是 去奉養他 是的 一個很完美的人生 一個結局 這是我再次要呼籲的 好的 最後我還要請教楊島一個問題 是 這個片子上映的這個時間 在10月3號 同時有這麼重要的意義在這裡 但是 我還是要請你來告訴我們 陶蛙元記 這一部台灣史上的第一部3D動畫片 它所要傳達的生態的理念是什麼 剛剛我們都沒有提到 理念其實來講就是說 我在反制一個現代社會一個非常紛亂 你看現在很多 假的事情不斷的爆發 嗯 那 整個台灣搞得非常 人情都非常的有一點 反正就是什麼 認為什麼都是假的 都是騙的 那這部影片就是 當然就是 要勾勒出 其實我們台灣 可以做得這麼好 只要有心者 願意去做 很多 其實在逆境中 他還是能夠有那樣美好的事情 就像以前在 70年代 80年代 60年代 那個物質的匱乏年代 大家能跟人相處 是那麼的和諧性 那麼友善 所以 觀眾裡面 可以 不僅可以得到這些和諧性友善 也可以得到 我們的自然 我們的環保 我們的教育 還有青子間的 天倫之樂 嗯 了解 只要有心 這個 大家都可以像桃米村的村民一樣 對 都可以跟這個青蛙 青蛙做好朋友 做好朋友 嗯 非常非常棒的理念 各位我們楊廣的好朋友 今天置評非常的榮幸 能夠邀請到楊仁賢導演 來到節目當中 他呢也是台灣的第一部 這個3D動畫啊 的這個導演 這部片子呢叫做陶蛙圓記 請大家呢 還是要進去支持他 買票進場 進戲院去支持他 我們剛剛都跟你探討過了 如果我們要有一個 永遠一直有一個好的電影看的話 作為我們的休閒娛樂的話 其實自己的支持 觀眾們自己的支持 才是最關鍵的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導演 跟我們的分享 導演我們非常的感動 謝謝 繼續加油 謝謝小大哥 謝謝 青春日朝你我冒險的地方 那就像石頭旁 充滿未知渴望 閃爍星空中卸下很多夢想 吃湯邊和夜上 吵著快樂香香 小小的世界 裝著大大夢想 雨後獨了去朝香 大聲一起唱 在這趟晚月起床 大聲一起唱 滿世界多大有你能不能打 大聲一起唱 在這趟晚月起床 愛的氣勢 愛就有希望 愛就有希望 大聲一起唱 在這趟晚月起床 愛就有希望 大聲一起唱 在這趟晚月起床 愛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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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就有希望